現在做測試的部分是一個 臉盆掉落的試驗 那就是模擬一般臉盆 在家裡掉落的時候發生的情況 我們合成的真安全臉盆 現在就摔情況會不會像這種狀況 剛才說現在 因為臉盆掉下來 最重要的 我們現在研究一個 從裡面的瓶 灌在泡沫 泡沫流下去 三個月也不會破 所以它是厲害的 那是專利的 我們專利的 連設立研究開發的部分 就這麼好做出來 不可能 對不對 一直在研究開發 我們以前 補營營的3% 都研究開發 所以今天才有這個成果 其他如果沒有設立研究開發 絕對不可能 只能摔壞卻用不壞的馬桶 這是邱總裁這一輩子的驕傲 因為馬桶跟臉盆 越做越安全 對黃兆傑而言 他設計出來的衛浴用品 首要條件也一定是安全 再用貼心的功能設計 來加強它的品質 貼心的設計 讓使用者貼心的使用 那開始我們做馬桶做那麼久 總裁也講 一家家戶馬桶也不會壞 那壞了什麼 那壞了什麼 那壞了講說有個免制 對人體很好的 他用的時候 一般說用水洗才比較乾淨 對身體也是好的 所以應該結業來開發 我們免制馬桶座 所以免制馬桶座 然後以後的現在的馬桶 不用換馬桶 我只要換馬桶蓋 把它換成免制馬桶座 這就很好了 它又非常貼心 你冬天的時候 你會做得非常舒服 使用起來也非常乾淨 我們這個槍的時候 不會太傷害皮膚 還會很清潔 很健康就不會有貼心 所以貼心的人 用這個免制也好 所以我為什麼 免除症瘡 名字叫免制 我們那些人說 那些字太難看 不要改政治的字 應該一樣 也可以說免治療 也可以說 冬天燒燒得多 冬天鬆鬆得多 幫你讓人家親親親 背足得多 水療按摩椅 這段詞 把免制馬桶座的電腦科技 與人性化的操作 做了一個完美的註解 一個時尚簡約的衛浴空間 可以洗滌都市叢林中的 忙碌心靈 合成今年獲得 台灣精品獎的另外一件作品 就是這組臉盆玉桂組 來自衝浪板的獨特創意臉盆造型 貼心的緩衝抽屜設計 純白鏡面鋼琴烤漆面板 展現高貴的質感 合成這是臉盆玉桂組的獎 然後另外一個是超級馬桶的部分 臉盆玉桂組的部分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以前 我們的臉盆大部分 都是所謂的掛牆式臉盆 那因為生活上面的進步 那大家對於說 臉盆玉桂的需求越來越大 那因為玉桂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下面它可以擺很多很多的 我們一般日常的用品 然後再來就是加上說 它整個美觀性各方面都會很漂亮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生活的進步 然後房價越來越高漲 它對於一些精品的東西 會越來越需求 所以在這個部分 合成也秉持這個精神 那去開發這個所謂的臉盆的玉桂組 一般的使用者 它不只是使用這東西 偶爾可以把你這產品 就當作一個滑梯一樣 你在那邊玩 你可以增加一些童趣 尤其最要在一樣 是在使用這種功能 但是人生上你可以 從這環境小小的一個臉盆 就可以創造 一個小小的一個娛樂場所 抒發一下心情 以前一般所謂的臉盆 就是所謂的掛牆式的臉盆 那你可以看得到 它有所謂的溢水孔跟落水孔 然後慢慢的它會一直 就是都是以前的所謂的 那個掛牆式的臉盆 那再來就是 這所謂的檯面式的臉盆 那檯面式的臉盆也一樣 就是說你可以它是一個檯面 然後它的 它一樣有它的落水孔 跟溢水孔在這邊 那因為 為了說 讓我們能夠增加一些 生活上的 就是說儲存的一個空間 然後再加上說 一個生活上的一個進步 所以慢慢的我們會發展 就是所謂的浴櫃組的臉盆 這一組就是我們得獎的 臉盆浴櫃組 那它整個第一個造型 它是所謂的 沖浪板式的一個造型 再來我們這邊看不到 它任何一個溢水孔 這就是它整個 一個設計上的一個重點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搭配我們合成的 一個所謂的陶瓷龍頭 整個更美觀更漂亮 那再來我們整個 上面的一個處理 全部都是防污抗菌 所謂ADP的一個防污抗菌 這樣的東西不容易附著 那臉盆浴櫃組 你看外面的這一層 它都是一個所謂的鋼琴烤漆 讓更增加整個一個質感 推煉時尚的創新美學 先進的玉貴工藝 把傳統臉盆的功能 轉化為多用途的玉貴組 而智慧型超級馬桶的誕生 更讓邱總裁很高興 馬桶能夠如此先進貼心 沒有枉費當年他騎著腳踏車 載著馬桶 四處推銷馬桶好處的辛苦 如今邱總裁80歲 鵝城也80周年了 兩者一路相隨 還是老神在在精氣十足 創意無限 做一個台灣人 要有三行願望 第一爬一山 第二騎乞拉車返島 第三游渡日夜潭 這三行要完成 這值得做一個台灣人 那你? 我有啊 我就完成啊 我是76號爬一山 77號 就是騎車環島 邱總裁老當益壯 台灣人的精神 總是掛在他的嘴邊 因此從他的身上 我們也見識到了 什麼是這麼大的台灣人 80年前 河城製作的陶翁 還不忘本地放在展示廳展示 裡面的照片老了 變黃了 河城工廠的外觀 卻變大 變新穎了 不過大家仔細想想 數十年來 河城不也是 伴隨著你我一起成長的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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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